圣经提到上帝宝座的时候 有两种描写 第一种的描写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以公平与公义 做祂宝座的根基 让慈爱与诚实行在祂面前 公平与公义 是上帝宝座的根基 慈爱与诚实是祂私恩的媒介 所以上帝的宝座是四平八文 建立在公平公义的基础上 这位公平公义的上帝 就用祂的恩典 祂的慈爱跟诚实来赐福给祂所创造的人 来恩待祂所造化的世界 这是两个事情的平衡 但我在这里讲的是第二个原则 不是第一个原则 上帝宝座的根基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以后华 你是以 以色列的赞美 做你宝座根基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